再開刊是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今次修例 去處理移交逃犯的安排,去還家屬一個公道 我都有跟家屬一直有溝通,家屬方面亦都表示 聽到今早早行政長官的呼籲,亦都很同意亦都很希望 真是能夠盡快堵塞這個漏洞去做這個移交逃犯的安排 去還他們一個公道 我想大家社會上都已經很清楚 這件事亦都關乎到一個彰顯公義的問題 所以都希望能夠得到社會各界支持 盡快處理好這個移交逃犯的修例和安排 我交給李維琪議員看他還有補充 其實在過去一年,我和周浩鼎議員都有接觸家屬 家屬因爲這件事未解決 遲遲未能夠見到公義彰顯 甚至擔心疑犯有機會未必能夠需要負責任 其實他現在情緒相當抑鬱 他亦都曾經跟我說是睡不著的 很多時候都是很困擾 所以亦都是認同今早行政長官林太的說法 希望立法會市民都可以看出他們的個案 希望讓到立法會早日完成審議 讓到這個疑犯可以移交回去犯案的地方 希望公義得到彰顯 亦都讓他以致死者得到尋冤 王智民也有提到今天辦場上 也有提到為了國民成為國家的法外之地 你覺得這個疑犯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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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時候 是大家同心協力 主要大家是看到過去在港獨方面 確實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個普遍市民認同的大方向 但是很不幸地過去有一段時間 港獨是出現了 我相信王主任是希望藉此鼓勵我們立法會 以致全港市民都是明白港獨不利於一國兩制 亦都是最後受害的是香港市民 希望我們都是堅定立場去維護一國兩制以致反港獨 謝謝 今天吃飯的時候或者交流的時候 並未就23條立法交換意見 我認為他是就著現在香港整體的形勢 其實自從習主席訪港以致行政長官上任以後 社會整體氣氛是緩和的 大家都見到港獨以致是比較極端的暴力衝擊 是有所修煉的 但是不等於我們不需要警惕和防範 我相信王主任是在這個背景底下 鼓勵立法會以致全港市民都需要警惕 港獨不能容忍 因為這個是破壞一國兩制 最終是令到國家和香港市民受害的 今天主席訪港議員提到 他認為香港不可以成立立法 你認為他所說的 什麼意思 他所說的 我認為他所說的 這個發表的下部很重要 所以在香港人本來住在香港 關於重 我們擔心這個 在香港本來都是一國 和兩uren 香港法院和香港 脖子都不在可控制 香港人 mot helemaal無法了 因此再問我們 整個政権行政策 我們必要記ill 在空調 要保持再保持這樣的 一國二則 Do you think it is also a call for peopl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proposal to change the extradition laws? I think, well, he didn't mention that, but I think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erspective, I do understand that they also want to have this loot hole puck because this issue has been remaining for years. Thank you. 謝謝